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岛国选手 日前公布了亚洲杯预选赛第一穿口级的集训名单 第一穿口级的对手赫然就有我们中国男篮 而在世界杯击败强队取得巴黎奥运会骑通车门票的日本队 这次还是十分重视 世界杯的十二人就有十人在本次集训名单中 其中就有河村 永辉 富坚 永树 马场 熊大军在名单内 还有更加凶残的规划球员 霍金森 这可就让我们的备战挠了头了 要是不派年轻球员去锻炼吧 接下来没大赛可打 中国男篮不做好梯队建设也是不务正业 要是派了年轻球员吧 且刚过完年就磕场输日本 岂不是更会被喷惨了 更加可怕的是 即使全主力上阵 面对挑翻芬兰 干倒委内瑞拉的日本男篮 能不能赢还是个大大的问号 这可如何是好啊 别的不说 就世界杯场均21分11版 1.4毛的霍金森国内就没人对得上 看看CP詹姆斯在联盟得吃得喝的恐怖场景 霍金森就是一个尺寸加大的大卫詹姆斯 没想到 有朝一日对阵日本还能在内线上推吃饼 也只能寄希望与大魔王打一打鸡血了 再想想 河村永辉 福建永输这几位 个子高了照不住 个子矮了 跟得上 但是被人家干拔 真要上我CP 镇队之宝 余德豪 守地这些 先不说再不戴人才库吧 上场了 万一表演 以下空篮不进 那岂不是乔帅坐地辞职啊 不过好在 日本队参加亚洲比赛早有传统 你看3号晚上输给伊朗的时候 日本国小伊东纯也就没能出炸 原因就是被控告给两个日本妹子 灌多了猫尿之后对妹子进行了非法侵入 无独有偶 日本的南岚队员也早有前科 2018年印尼亚加达亚运会的时候 四位队员就在没有比赛的间隙 去了印尼著名的红灯区施饭 期间呢 恰巧碰见了专门为日本游客提供中介的皮条课 随即四位小伙子没有亲得起诱惑 效仿了一下NBA的风尘四甲 爆光之后就被劝返回国并且遭遇进散 话说球场上的技战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这球场外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得紧跟上 咱给老乔吃一招 给国内喜欢爆料的媒体派个任务 跟紧小本子的在外行作 说不定啊 这又挖出来外出猎猎鸟的罪人 也算是额外的彩蛋了 吃瓜群众不怕事情大 你们觉得咱们面对日本南岚 哪个位置有优势应该怎么打 啊